今天邦尼要来跟大家聊聊Intel EVO 平台 相信我在看邦尼评测的朋友 都有发现 最近许多搭载第十一代Intel处理器的轻薄笔电 机身都不约而同 出现了印着Intel EVO 的贴纸 右下角则是写着搭载的处理器规格 不过贴纸上的Intel EVO 到底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 Intel EVO 算是一个体验跟效能的认证计划 就是所有通过Intel EVO 认证的笔电 都需要满足Intel 设下的几个标准 而这期节目 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容易了解Intel EVO 邦尼除了会先带大家来看Intel EVO 的认证标准外 这次我们也借来了好几台拥有Intel EVO 认证的笔电 实际带大家来看 那我们就开始吧 我们先来看Intel EVO 的认证内容 首先是一秒的睡眠唤醒时间 没错非常直观 就是当你点亮笔电时 系统可以在一秒内从睡眠状态唤醒 可以看到邦尼手上的 MSI Summit E13 Flip EVO 在几次的测试中都可以正常的快速唤醒 接着是效能 当然提供足够的效能绝对是笔电最重要的部分 这次邦尼手上的机型 都是搭载第11代Intel Core i7 处理器的笔电 第11代处理器的表现 邦尼在先前的节目也都有带来比较完整的实测 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这次11代处理器所搭载的Intel Iris Xe 内显 受益于Iris Xe 有感的效能提升 也让这些过往更加专注于文书 图片处理 以及行动效能为主的轻薄笔电 在效能上有明显提升 甚至有着可以轻度影音剪辑 玩玩游戏的能力 以影音剪辑来说 邦尼也透过主流剪辑软体 Premiere Pro 进行实测 首先是一般4K 剪辑需求的测试 采用总长10分钟4K 影片 并且经过简单调色及回音 可以满足大家剪辑日常影片的使用需求 最后选择Premiere Pro 预设的YouTube 4K 进行输出 可以看到11代的Intel Core i7-1165G7 输出时间相较起上一代的轻薄笔电 几乎快了两倍 除了涉益于11代处理器单核效能的输出外 Iris Xe 所带来的效能输出 就是这次最大的亮点 而在重度剪辑上 会以邦尼这类高效能需求的使用情境出发 测试内容透过Premiere Pro 的Dynamic Link 串接AE 动画 进行总长15分左右的全4K 素材输出 会是重度效能需求 从测试结果来看 这次11代的提升还是比较明显 在重度输出中 省下了接近40分的输出时间 整体来说 随着CPU 效能提升 搭配上性能提升有成的Iris Xe 也让这些轻薄笔电 在剪辑这类专业需求中的表现带来有感提升 当然如果是真的专业使用 邦尼还是会推荐网上选择效能笔电 好 看完了效能 Intel Evo 其实也针对续航力做出了规范 通过Intel Evo 认证笔电 必须在搭载FHD 萤幕的前提下 达到9 小时的续航力表现 邦尼也针对手上的三台Intel Evo 笔电实测 从结果来看 这三台笔电 在PCMark 现代办公的续航测试中 都达到了10 小时以上的续航力表现 Acer Swift 5 更是拿下了非常不错的15 小时续航力成绩 除了续航力之外 Intel Evo 也规范了充电时间 不过大家也知道 各家所搭载的电池大小都不太一样 如果透过百分比规范 例如30 分要充满50% 就会因为电池大小不同 而产生时间上的差异 所以Intel Evo 的规范 只30 分可以使用4 小时 邦尼的实测手上三台机器 充满50%的时间 都落在40 分以内 对应上前面邦尼实测的续航时间 是满足认证门槛的 最后则是在连接性能上 Intel Evo 认证笔电 必须要搭载 Thunderbolt 4 接口 以及支援邦尼讲了非常多的 Wi-Fi 6 进一步保证了有线的扩充性能 及更未来的 Wi-Fi 连线协议 在 Wi-Fi 6 的标准下 也更有利于多人同时传输的性能 并且进一步加快了无线连接的速度 邦尼也实测手上三台机器 包含 MSI Summit E13 Flip Evo Swift 5 以及 ZenBook Flip 13 OLED 采用的都是 Intel AX201 Wi-Fi 6 网卡 并且都可以成功连接 Wi-Fi 6 经过邦尼实测 可以看到在画面上的最高连接速度 达到非常快的 2.4 Gbps 整体来说 其实就是透过认证 让这些采用 Intel 处理器的新宝笔电 能够更完善使用体验 以及符合当下主流规格的效能 续航力 充电速度 跟连接性能 以上就是 Intel Evo 平台重点啦 不过既然今天邦尼都借到这么多机器了 不带大家来看一下也有点可惜 所以邦尼还是为每一台笔电都做了重点实测 一起来看吧 首先是 Acer Swift 5 外观设计主打轻薄 实测需要双手开合 不过机身有抗菌层的设计 转轴在开启时 则可以稍微顶起机身 进一步帮助笔电的散热效果 同时在打字时的角度也会更加舒适 重量控制在一公斤左右 表现算不错的 接孔上有两个 USB-A 一个 USB-C 耳机接孔以及 HDMI 比较可惜的是 随附的充电器并不是 USB-C 接孔 不过邦尼实测是可以透过 Type-C 供电 萤幕采用14 寸的 Full HD IPS 触控萤幕 表面有非常细腻的雾面处理 可以进一步降低光源反射 实测色域及最大亮度 可以参考邦尼的图表 同时 Swift 5 的萤幕占比也来得更高 触控萤幕则是覆盖康宁的大猩猩玻璃 生物安全辨识则是支援指纹辨识 而在效能上采用 i7-1165G7 搭配 Iris Xe 16GB RAM 以及 512GB SSD 在续航测试中达到 15 小时整 充电部分 1 小时可以充满 82% 完整充满只需要 1 小时 32 分 在续航跟充电表现上都不错 整体来说 Acer Swift 5 价位大约落在 38K 左右 相对容易入手 1 公斤的机身重量也非常轻薄 适合期待出门 拥有抗菌效果会是比较特别的地方 接着是邦尼先前有带大家看过的 ASUS ZenBook Flip 13 OLED 在外观设计上 A面就是ASUS 经典的设计 内部则是采用金属 更加商务专业感 支援单手开盒 并且这也是一台翻转笔电 所以你除了可以当一般笔电使用 你也可以透过帐篷 分享模式 分享画面或简报 而翻转笔电 邦尼认为最实用的附加属性 就是可以完全翻转后拿起来追剧 可以满足单纯就是买平板来追剧的实用情境 尤其 ZenBook Flip 13 OLED 最大的亮点 就是搭载了一块 OLED 萤幕 实测色域及最大亮度 可以参考邦尼的图表 表现非常非常不错 同时 OLED 也可以更好地显示低光场景跟黑色画面 并不会有 LCD 在低光下的异光问题 并且受益于 OLED 的萤幕特性 ZenBook Flip 13 OLED 也拥有 DisplayHDR 500出 Black 以及莱茵的护眼认证 为了避免烙印 ASUS 也在系统中 加入了像素位移 以及像素重整的功能 顺带一提 这块萤幕也支援 4096 接的触控笔 生物安全辨识则是支援脸部辨识 转轴在开启时也会稍微顶起机身 帮助散热跟打字手感 重量控制在1.2 公斤左右 接孔上有一个 USB-A 两个 USB-C 采用 USB-C 充电接孔 而在效能上 同样采用 i7-1165G7 搭配 Iris Xe 16GB RAM 及 512GB SSD 在续航测试中达到10 小时 21 分 充电部分 一小时可以充满 73% 完整充满则需要两小时七分钟 整体来说 ASUS ZenBook Flip 13 OLED 最大的亮点 就是这一块漂亮的 OLED 萤幕 在翻转模式中 更可以覆盖单纯想买平板类追剧的使用情境 而且 ZenBook Flip 13 OLED 的机身设计 真的相当低调俐落 就算是商用情境也很match 最后这台是邦尼认为外观非常简约俐落的 MSI Summit 113 Free EVO 白色搭配亮面金属勾勒真的好看 在外观设计上 A 面印上了 MSI 亮面且更现代的 Logo 比较特别的是 整机的外观 MSI 都加入了亮面金属的设计元素 虽然实际上主要材质还是塑胶 不过透过亮面的金属勾勒侧边 以及转轴区域的钻石切边 在质感上优感提升 生物安全辨识上则是支援指纹辨识 同样可以单手开合 MSI Summit 113 Free EVO 也是一台翻转笔电 所以你一样可以翻转不同角度使用 也可以进入平板模式 拿起来追剧 萤幕搭载了一块13.4 吋FHD Plus 触控萤幕 比较特别的是 采用16 比10 的萤幕比例 在浏览网页或文书时 可以显示更多内容 是比较实用的 实测色域及最大亮度 可以参考邦尼的图表 同时也支援MSI Pen 触控笔 转轴在开启时也可以稍微顶起机身 帮助散热跟打字手感 重量控制在1.3 公斤左右 接孔上有一个USB A 三个USB C 耳机接孔以及隐藏式的Micro SD 卡槽 同样采用USB C 供电 而在效能上 采用i7-1185G7 搭配Iris XE 32GB RAM 以及1TB SSD 在续航测试中达到11 小时13分 充电部分 一小时可以充满73% 完整充满则需要2 小时有一分钟 整体来说 MSI Summit B13 FlipEvo 外观设计真的非常简约俐落 同时i7-1185G7 搭配32GB RAM 以及1TB SSD 也非常够用 整体来说 邦尼刚带大家看的三台笔电 都是采用Intel 最新的第11代处理器 除了可以应付文书 商务以及图片处理外 甚至轻薄笔电也可以完成简单的4K 剪辑 玩一些休闲游戏都没问题 受益于11代处理器搭配Iris XE 内显 这代的整体效能表现真的算不错 好啦 以上就是这次Intel Evo 以及这三台通过Intel Evo 平台认证的笔电重点内容 如果还有任何问题不想知道的 欢迎底下留言一起来问 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帮你 并且打开小铃铛 即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 当然你也可以在Facebook 邦尼AI小助理 Instagram 以及Line at 找到我们 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 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